这一天吃了晚饭,玄妙儿关完了机架子门,想回屋呢,就看见了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,个子很高,长得有点像玄老爷子的脸型,对着他走过来。 妙儿,这个赶紧送回到你们屋里去。 说完,那少年递给玄妙儿一个小布袋子,就奔着上房去了。 玄妙儿莫名其妙,玄妙儿对这个家里的防备指数一直都很高,她赶紧拎着袋子飞快地回了西厢房。 进了屋,她把袋子放到了炕上。 一个大个子少年给我们的。 这句话把屋里人都给说懵了,其实大家看见这个布袋子就知道是谁,可是让玄妙儿这么一形容,他们就不确定是谁了。 大个子,不是你大郎哥吗? 是吧,我不记得以前的事了,不过我看着和祖父长得有点像,个子挺高。 那是你大郎哥,那孩子品行与你四叔四婶一点不一样。 他在镇上的铁匠铺学徒呢,每次回来都给你们几个馋嘴的带着吃的,就是背着上房的。 哦,我还以为上房没有好人呢。 说什么呢,那都是你长辈。 玄妙儿吐了下舌头,没有说话,好奇地去翻那个布袋子。 有几块桂花糕和十几块糖块,还有点小米,还有一包红糖。 东西不多,但是选的东西都是很实用的,估计到每个人。 大郎真是个好孩子,一点不像老四两口子那么偷欠耍滑的。 刘氏把桂花糕给三个孩子一人一块,又递给了玄文姜一块,玄文姜没有接。 哎哟,嫂子,我又不是小孩子? 没娶媳妇的,都是小孩。 爹,娘,大郎哥这个岸人头买的,正好一人一块。 那我和你娘那份,留着你和你弟弟明天吃。 说完,玄文涛把小米收好,红糖也藏在了箱子里。 玄妙儿确实今日刷新了以前的观念,上房无好人论,不成立。 不过她心里记得每一个对自己家好的人的恩情,以后自己有能力了一定会帮忙。